今天下午三支去公所举办了一场文化传承展现风华的江谷比赛 去公所表示这项比赛是一场活动 希望借由跳选的方式选出前三名 而现场气氛相当热闹 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看 今天下午在三支区三河社区活动中心 由三支去公所举办了一场文化传承展风华的江谷比赛活动 去公所表示今天这一场活动是由新北市文化局所补入的 希望借由在立居民的亲身体验 以及对传统故事的了解来用演讲的方式来说给大家听 我们常在地方上听到有一些齐老在讲一些地方的人文趣事 以及一些仙古主线在这个地方上的一些齐文意识 所以因为三支也有一些艺术家来进驻 那我们想说借由这个契机 结合这个旧故事新的艺术 来作为社区推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去公所表示这一场活动一开始先开放三河社区的居民来报名 而今天参赛的有六位民众大多都是齐老还有艺术家等等 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让其他居民了解 其实在这一块土地上还有许多有趣的神秘故事 我们社区这边找了六位社区的长老齐老 那来讲解一些有关三支的人文地理历史 还有一些宗教传承的这方面的讯息提供给其他既病多家认识 我们三支这样子 我们来参加 感觉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文化团形 和一些这个 这些处比头位 这些小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匯丸 大家都会知道说 我们家庭有什么事情 会发生 现在提出来来讲 对于这个 这种立宿的团形和文化 离长说能够借由这一场活动让居民互相交流 增进居民感情 此外在现场还有艺术家也参与其中 也让这一场活动增添不少艺文气息 而去公所表示这一场活动可是一场比赛 借由底下投票的方式 选出前三名各可以得到千元 奖金更是让许多参赛的民众用更生动的方式 一起来讲谷 记者是专一 三支采访报道